花间另不走寻常路 谁家爸爸临终托姑把男儿托给男主 本来卓兰江他爹想同归于尽 但临终之前改变了想法 把自己儿子托付给了攀岳 侧面说明攀岳的人品还是非常有保证的 要不然男儿他爹临死之前也不会托付了 男儿卓兰江遭遇巨变戒酒消愁 男主攀岳去哄他开解他 这不应该是男女主该有的剧情吗 不过不应该将攀岳和卓兰江的关系定义为情敌 他们超越了情敌的界限 可以称为并肩作战的对手 一直都在相爱相杀 感觉还是挺好磕的 不少网友表示表面上是情敌 但私下却非常欣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 阿江的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毕竟没有想到自己亲情爱情都没有了 第一次见男儿伤心男主哄的 没想到花间令最懂男儿的居然是男主等等 从林花楼到花间令 他判若两人40岁仍风韵犹存 花间令算是优酷这个月的黑马剧了 热度成功破万 上线三天就创下优酷2024年 首播播放量新高 没想到的是这部阵容不算强大的小成本阿吉剧 最终热度竟然超过了众星云集 特效强大的慢改剧烈焰 但这部剧一直是热度和争议齐飞 戏外争议远比戏内剧情讨论要多 尤其是关于居静一和郑和惠子演技的争议一直没断过 谁都没有想到 客串二级的郑和惠子 因为演技率先抢了居静一的风头 以至于他都下线很久了 关于他的讨论度仍然居高不下 戏外攀阳之好刘正版更是被推上了CP榜第一 也是很罕见了 看到青帝登场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她是百花公公主 也是河县的四大家族唯一的女性首领 长得漂亮还有能力 很难让人不注意 在四大家族之首银语楼对抗县衙时 青帝与潘月暗度陈仓 被银语楼少主发现背叛时 又能淡定自若说清源由重新获取的信任 口才和胆识都十分出众 青帝戏份虽然不多 但这个角色很圈粉 是真正见过大风大浪 不畏风云变幻之险的人 推杯换斩尖 谋略在凶 哪怕是配角 也能看到她身上的大女主光辉 青帝的绿衣贵气十足 飞扬的眉尾和烈焰红唇 霸气又美艳 扮演者看起来也很眼熟 演员叫徐百慧 原名徐百慧 今年41岁了 和唐嫣 白百合都是同学 气质长相都十分出色 出道也快20年了 一直不温不火 基本在每一部剧中都是配角 但她演了不少题材的剧 西路宽道认不出 热播剧人世间扮演于红 就是最普通却又最广泛的底层农村妇女 她和赶超苦了一辈子 在那的贫穷的年代 只有靠朋友的救济和双手努力谋生 才能勉强维持一大家子 后来赶超生了重病 卧鬼自杀 可怜的于红更苦了 肉眼可见的苍老了 徐百慧这部剧纯素颜出镜 服装也非常陈旧朴素 演出了人物身上那种宝经沧桑的岁月感 也演出了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让角色变得丰满又真实 出道十几年 她塑造了很多经典荧幕形象 也从不限制自己戏路 年代剧演过不少 像属风流人物 中天玄剑 战争不相信眼泪 戴好时三差 淑女之家 风云年代等等 还有像平凡之路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临山剑路这样的都市剧 古装剧也不少 像碧血剑 苍穹之马 米月传 莲花楼等等 古装剧虽多 饰演的角色却大不相同 各个反差十足 入目三分 比如莲花楼中天机堂堂组合小慧 个性活泼可爱 大人皆无诱人间清醒 字字珠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身处江湖 内心向往平和生活的何小慧 与花间令中的清帝截然不同 少了几分温柔 多了一些谋略 完全是剧抛脸演技 和在莲花楼中判若两人 不管角色大小 许百慧都用心演绎 赋予角色生命 在精进和丰富自己演技的同时 也在体会着不同的人生 和她同龄的女演员还在演偶像剧 《装嫩扮少女》的时候 她早已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在不断尝试中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花间令是居静一和刘学一主演的 古装爱情探案剧 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 热度和关注度并不高 甚至大部分网友都不知道这部剧开播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花间令播出后 仅用三天热度值竟从5500上升到100000 这样的数据出现后 花间令成为播出平台2024最快破万的剧集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网友们忍不住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部剧真的那么好看吗 提到重生类型的电视剧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大概的剧情是上一世被陷害幸运的 是获得重生的机会 然后开启逆天改命 但除了这种设定外 还有一种是主角通过改变样貌的方式 获得新的身份 这也是重生类型电视剧的一种表现方式 而花间令是后者 在这部剧中 女主杨采薇的身份设定是罪臣之女 在被贬的途中 她的家人被强盗杀害 虽然她幸运地躲过一劫 但脸部却被划伤 这条伤口让她成为众人口中的丑八怪 虽然被众人嫌弃 但杨采薇却没有放弃生活 她成为一名职业的被诗人 杨采薇以为自己会过平平淡淡日子的时候 刘学义饰演的攀岳登场 她和杨采薇算是青梅竹马 两家人给他们定亲事 最初杨采薇是拒绝的 但通过相处 她还是同意了 不料结婚当晚 杨采薇却坠楼身亡 看到这样的剧情设定 网友们一连忙 剧情刚播出两集 女主角下线了 大部分观众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 剧情却发生反转 原来这楼身亡的女主并不是杨采薇 而是上官指 她真心喜欢攀岳 甚至到不惜付出一切的地步 所以她提出和杨采薇换脸 结果却代替杨采薇死掉了 当郑和惠子饰演的杨采薇下线后 居静一饰演的杨采薇登场 观众们看到居静一的表演后 花间令郑和惠子的话题瞬间登上热搜 随后郑和惠子上桌的原因留学 郑和惠子CP干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 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也就是说 友情出演只是来客串两集的郑和惠子成功出圈了 而这部剧也因为郑和惠子的成功出圈获得关注度 根据剧集点播播放量榜单显示 与凤行排在第一名 而第二名就是花间令 要知道同期播出的还有大男主剧烈焰 话题讨论度超高的欢乐送舞 陈小和童谣主演的《小日子》在众多热播剧中 花间令却成功脱颖而出 郑和惠子饰演的杨采薇 虽然下线比较速度 扮相也不是很惊艳 但他却凭借精湛的演技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看到郑和惠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网友们纷纷表示 花间令绝对算得上有效出演 因为郑和惠子吃到了红利远超女主 有网友直接表示 接下来其他电视剧要注意了 不要着比主角还要惊艳的配角 真的非常容易出现强光环的情况 郑和惠子成功出圈 对于花间令来说绝对是力大于弊的 因为更多人知道这部剧 官方也会配合宣传 甚至直接将刘学一和郑和惠子的照片 放在宣传图上 而官方也直接点名表演 郑和惠子饰演的杨采薇 看到这样的情况 郑和惠子的粉丝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可以凭借角色的热度 获得更好的资源 各位读者 你们更喜欢郑和惠子饰演的杨采薇 还是居静一饰演的杨采薇呢